中時棒今晚在新莊球場由LAMIGO踢館易大 雖然桃園隊的安打數比對手少 但是火力成功串聯 中場就以8比6險勝 也將上半季的瘋王魔術數字減少到M2 安打打得多不如打得巧 從這場LAMIGO和易大之戰就可以驗證 兩隊在2局分別攻下一分形成1比1平手 上半季瘋王還差3步的桃園不祥夜場夢多 3局上半發動一輪猛攻 前一棒被靜遠 大師兄林志勝 用這支穿越三遊防區的安打出了一口氣 暴力園打線從第2局開始 連續4局都有分數進章 一度取得7比3的領先 只是犀牛軍團也不是好惹的 5局下半吹響了反攻的號角 這一球送到右邊方向 掉在肩臉 新穿了安打 包括陳凱倫這支落點巧妙的二壘安打在內 犀牛軍團這個半局一共打出5隻安打 攻下3分 將落後的差距縮小到6比7 只剩1分落後 不過接下來 桃園的後援投手接力守住領先 沒有再丟掉分數 而且7局上半郭勇為還敲出了 左外野方向直擊全壘打強的三壘安打 再利用隊友的高飛犀生打 回來攻下第8分 雖然9下義大一度是攻佔滿壘 但正招行的妨礙守備形成了最後一個出局數 中場敲出10隻安打的 Lamigo就以8比6 打敗了敲出17隻安打的 義大 贏球之後 桃園的瘋王魔術數字也下降到了M2 有點TV 狀況報導